詞曲 夏宇宙 郭忠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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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用麥克風這個音量可以吧? 可以 啊首先 我沒有輸 你們也不用舉手 我剛才舉手都舉不到 那周星矢的電影有沒有看過? 有喔 賭俠裡面 它發明的都叫做層實鬥沙包 這個東西很神奇 舉例來說 假設今天老公晚回來 老婆王他嘴巴一塞 其實我去喝了花酒 什麼答案都可以一目了然 那老師跟學生也是這樣 嘴巴一塞 老師我昨天沒有好好練書 我今天討一百分都是靠作弊 其實這東西非常好 大家喜不喜歡 喜歡 代表最後一個很誠實 可是真的沒有辦法研發出來 到目前為止 所以我等一下會用一些小故事給大家了解一下 那今天的主題叫做誠實紙尿褲 那我問一下大家 這一位認不認識 第一名模林士林 這是SHE的Selina 不認識的舉手 大家都沒舉手 那代表你們很誠實 那今天演講就到此結束 謝謝 那我們來問卷調查一下 你們猜猜看他們兩個有什麼共同的地方 舉手 都是女生 非常好 那還有呢 頭髮分邊都一樣 頭髮分邊都一樣 那還有呢 那有受過嚴重的傷嗎 恭喜他答對 也恭喜他破可能 他們兩個都受過嚴重的傷 林志玲從馬上面摔下來 那Selina被火燒傷 那這也是我跟他們唯一共同的地方 那 復健 我從我25歲開始 我的25歲 我跟他畫上了等號 這個叫做包大人成人紙尿褲 我從25歲包到30歲 今年37歲已經沒有再包了 那紙尿褲特別地方在哪裡 因為那時候我25歲那一年發生一場嚴重的車禍 來看一下我身體哪裡跟你不一樣 頭有受傷過 右邊管左邊 我的左眼看不到 我的左腳已經穩縮掉了 那時候更嚴重 因為我下半身癱瘓 所以我得要包尿布 每天都這樣子度過 那時候我的人生跌到了谷底 全家愁雲產物 為什麼呢 因為我來說一下我的家庭 我爸爸只是一個送瓦斯的工人 媽媽一般的家庭主婦 書念的不多 也沒有什麼觀念 所以我一張保險都沒有 那在2005年去借了100多萬來開刀 那開得好算賺到 開不好理所當然 那開完刀之後 我們就開始漫長的復健 那人陷入低潮 一定有三部曲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部曲叫做抱怨 我每天都在抱怨 靠杯喔 怎麼會是我 我怎麼那麼衰 我乖乖等紅玉燈 怎麼會被追撞 早知道我不要出門就好 早知道我坐計程車就好 太多的早知道 每天都是無止盡的抱怨 早知道 早知道 一直在抱怨 抱怨 抱怨 抱怨東 抱怨西 怎麼那麼多車撞到我一個 一直在抱怨 那抱怨完之後 截止到了 負面第二部曲 這個叫做 就是剛剛有前面幾位講者講的 叫做憂鬱 那時候我也得到憂鬱症 那時候我的朋友算多 那時候我在病房 保護公司 周年俊有沒有去過 大家都有去過 大家都有去過 每個人進來 好像國王是花車商品一樣 來看一看就走 這樣 那25歲我想說 王八蛋 25歲 我不要去賣瓜瓜的 我也不要去賣口香 那朋友來看我之後 國外屋就說 等一下要跟朋友去哪邊 吃飯 喝酒 聊天 他們可以開始他們的人生第二部就對 可是我只能站這邊 每天都跟子尿庫為伍 其實我那時候陷入低潮 那時候我在醫院學會一個專長 我很會吞藥 一口氣吃幾顆的藥 我有辦法一口氣吞 我那時候也吃了很多 把油也擠 吃了 那時候 我封閉到怎樣 我告訴我的家人 拜託 拜託 不要再讓有人來看我就對 因為我覺得 你來看我 你是不是在笑我 對不對 我不會好 對 那時候給大家一個觀念 去探病的時候 千萬有一句話不要講 叫做什麼 加油 你不是我 你沒有生意極性 你跟我講什麼加油 來來來 不然你來看話 你躺在這邊 你來擦尿廣給我看 你來復健給我看 所以那時候 每天聽了莫名的加油 那個加油好像是 倒火系一樣 把我的火系整個燃上來就對 那前提我知道 他們沒有惡意就對 可是他們的加油 造成我心裡很大的方便 你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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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好 媽的我沒有好 你走我還在這邊包尿布 我只能這樣 就這樣 陪一笑 布霜們離開 每天都是這樣子就對 其實那時候 陷入地下 所以我告訴我父母親說 以後誰來看我就說 不好意思 愛我的小朋友在睡覺休息 謝謝你們的好意 那到了第三步 我對這一張感覺很深刻 那時候Selina被火燒到 她說她會恨 真的到最後就是恨了 Selina那時候她說 她好恨她的爸爸 她爸爸不是叫嫩吧 有一陣子是通告義的 她不是有個slogan 欸感恩感恩 她說她躺在病床上 她只要聽她爸說感恩 整把火就燒上了 那我也是 我好恨 我恨什麼你知道嗎 我恨我的父母親 為什麼要救我 你沒有經過我同意 為什麼要救我 然後到時候 因為要去見了一百多萬來開刀 其實家裡陷入醜飲場 為什麼要救我 我好恨 我好恨死這一切 那每天就是這樣 坐推輪椅下去復健 抱下車 然後又抱上來 好像請神明一樣 其實我也沒有 我好恨 我恨到這一切 那副健老師一直說 欸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個屁啦 這種講客套話 我比誰都會講 我恨死這一切 我真的恨 然後譬如說 我媽媽消好水果給我吃 你猜我怎麼跟她講 我說啊我保證一下 這是不舔 接近百般的理流刁難她就對了 可是直到一個晚上 我改變了 那個晚上我永遠記得 因為只要我家人進來 我永遠就是轉過去裝睡就對了 那母子連心這浴化石燈 我媽媽進來 然後我也是轉過去為事裝睡 那我媽媽就說 小強 媽媽多希望 躺在病床上的是我 由我來替你受這個苦 那媽媽說再多都沒有用 那你自己要加油堅強 那我媽媽就默默把門帶上又離開了 那那一個晚上 是我人生哭 哭到睡著的晚上 我哭得亂七八糟 我哭得好累 整個睡著 我覺得媽的自己有這麼不孝 都已經退伍了 沒有好好孝順父母親 又給她惹那麼多麻煩 所以從隔天開始 我改變了心態 我努力的復健 反正死馬當活馬一 反正我時間就是耗在這裡 我與其包養不如認真做 做了之後 結果好壞 我自己承擔嘛 我就努力努力的復健 早上也復健 下午也復健 那晚上在醫院的時候 自己就這樣扶著那個趕快 努力努力的復健 那也是感謝老爺 讓我有機會 再三十歲的男女 靠自己的雙腳 離開醫院 重新站起來就對了 那今天來到這邊 我沒有帶很多書送給大家 那我送大家一個禮物 叫做送大家一個字 叫做竹 竹相形自然說 是從我們的腳延伸過來就對了 那可是現在人 出了社會 我們今天佛就是上班族 那出了社會 最常抱怨是什麼 薪水不足 那什麼 時間不足 睡眠不足 無止盡的抱怨教育院就對了 可是有時候 我們回到最初的初衷 其實有時候 一個快樂是很簡單 我希望大家能夠 比較容易的知足滿足就對了 那就像 這杯水 半杯水理論 大家一定有聽過嗎 有人會抱怨說 怎麼只剩一半 有人會說好險還有一半 其實這個 因為我不喜歡講心靈雞湯 因為這幾年心靈雞湯 已經被大家濫用的差不多 那講到水 我只希望大家說 如果你真的還有半杯水 如果你真的不可 請你大方的去分享就對了 就跟焦點的觀念一樣 其實我們有能力付出 真的是個好事 哪怕是一個小小的付出就好 我來講一個我前幾天的案例 我去一個很特別的單位 叫做演講 他們叫做成峰少年 那在那邊聽演講 都是台北新北 大概未滿十八歲的小朋友 我們那個年代叫做放牛班 可是他們都是有一些 他們比較調皮 簡直來說有按捕就對了 那些小朋友 就是比較活潑 我常常去跟他們演講看他們 那上次我聽到一個講師講一個主題 叫做 辦不到 每個人舉手都一樣 欸我辦不到走水早起 我辦不到我不滑手機 我辦不到我不敗家 大概是這樣 有一個女生講一句話 真的我整個眼睛都亮起來 他就說他辦不到孝順 我就看一下他 欸我目測大概十五六歲 怎麼會辦不到孝順呢 他說他在犯錯失去自由的那段期間 他的媽媽因病過世離開人間就對了 他說他來不及看他最後一面 所以他就說他辦不到對媽媽的孝順 因為他是單一孝 他說他一輩子也是辦不到 所以我希望大家 鼓勵大家想做什麼就趕快去做 前提是不要殺人放火 不要跟台灣的法律有抵觸就對 那最後這個是我的粉絲團 那上面會有 我去一些地方公益講座 我會分享我的心得就對 然後我也把我的那個 車禍的歷程我寫成文章 那我有投稿到報紙就對了 如果大家不嫌棄 可以去列印送給你周遭需要鼓勵的 那因為時間還有40秒 我把給大家一個問題發問 可以問我什麼問題都可以 有沒有人想問什麼問題 問紙料鋪怎麼包都可以 問擦料很痛不痛都可以問我 那很多人我來問一下 很多人就問我 他說我是不是出了醫院 我就是一個很正面思考的人 你們覺得我是不是一個很正面思考的人 對大家都點頭 代表你被我的外表騙了 其實我沒有那麼的正面 我也是會有遇到低潮的時候 可是每當我遇到低潮的時候 我只要去醫院的復健科走一圈 我就釋懷了 我就把我的負能量走 我想說夭壽當初也是坐在那邊 我現在可以站著抱怨 我已經還不錯了 所以我想說 我趕快想辦法去把問題解決 而是鼓勵大家說 人就是有喜怒哀樂四個架構所組成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享受你當下那個情緒 那如果是不好的情緒的話 請大家不要沉默太久 那最後送大家四個字 我演講這四名 我鼓勵送這四個字 得祝大家健康跟順心 謝謝大家